台开《星期堂乐园》和东华大学艺创系合作 提供空间让东华大学师生在经济度展出毕业特展 39位同学把艺术创作理念付诸与实现 在展览当中作品可以充分感受到 学生在创作历程中的诉求和展现 也翻转了每一个媒材的呈现方式 多元的媒材透过学生们的想法 从传统工艺与文化的突破 东华大学艺创系就有学生以传统的纸莲花 从创作概念把生活的负面思绪 以纸莲花焚化的转换概念来表达 呈现出当代日常无理屠路的作品 这一次的学生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 它比较前卫比较现代性 它需要一个比较明亮宽敞的空间 所以那时候其实在某种程度上 我们就搜寻了一些空间之后 觉得台开这边新天堂乐园这边 有一定的那个视觉上面的效果 所以就这样子就这样合作起来了 那其实现场的状况也 我们把那个展场弄好之后 也觉得效果其实比我们预期还要好 所以很高兴有这次这样的合作机会 台开新天堂乐园 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展示空间 能够让更多的游客了解学生的新思维 给予学生更大的支持 在未来能够有更大的机会 学生们非常丰富的作品 以及他们的研讨议题 那我认为我们提供这个场地 非常热情地邀请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来看看他们的作品 从作品当中理解他们的思维 理解他们的想法 同时年轻人的创意 关系着我们的未来 对不对 所以在这边可以认识年轻人 了解年轻人 理解年轻人 而且可以贴近他们的生活 让自己也变得更加年轻哦 以自由作为意志 打一座电梯 在生命中反复的框架里 用艺术拾起而上 反复周折的向度里 走出自我渴望 为艺术而活 记者林姐解案箱采访报道